回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 非常的重要 我自己认为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来的弟兄姐妹 来的所有的人 你们都是有福气的 因为这个信息你在任何地方 我相信你都没有听到过 这也是我最近一直有感动 也一直在传讲 但是今天终于会合成了一篇主题信息 要跟大家来汇报的 那我们这个主题就是 因信称义以因信称义教 那么当这个主题亮出来的时候 信主的人你就知道 这个分量是很重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们普福敬拜在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需要你的真理的装备 在你全辈的福音 完全的真理里头 主啊我们才能得以自由 主啊你爱我们 你把我们召集在一起 今天我们一起 在你的圣灵里头进入那真理 真理必使我们得以自由 主啊你爱每一个今天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啊你要再一次的 用你的灵来充满他们 用你的恩膏来充满他们 主啊用你的大爱来 拨招他们 主啊你众弟兄姐妹 同在 感谢赞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阿们 感谢主啊那我们讲 这个话题啊是重合谈起啊 为什么啊会讲到这个话题 我们先说一个话题的开始啊 我们讲一个案例啊 我分享信息的很多是从一个 具体的事件开始的啊 有点类似于我们MBA的工商管理的 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案例呢就是天国的路上不拥挤是吧 天国的路上没那么多人啊这个是吧 到处都很拥挤啊但是天国的路呢不拥挤啊 这是为什么 那么原因很简单啊 因为天国历程啊或者天路历程啊 天国的路上逼迫四起瞎死一批啊 不懂感恩消失一批啊 积极消极懒惰啊掉队一批啊 然后心态不好病倒一批 追逐名利迷失一批啊 还有亲人打击消沉一批 朋友嘲笑啊退缩一批 内耗内战跌倒一批啊 不学圣经跑偏一批 学而不用啊淘汰一批 自以为是作废一批 那么最后呢所剩就无几了啊 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乌鸦乌鸦的 大家都走在路上 但是最终啊你发现进到天国里头去的 只是遗数啊 所以呢节级呢叫圣者得圣 啊圣者为王 先知以赛亚也说过啊 他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啊得救的不过是 剩下的遗数啊得救的呢只是少部分真心悔改的人啊 那么这个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刺激是吧 但是呢事实确实如此啊 想想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啊 他们走出去呢是200万人浩浩荡荡出埃及啊 这个过红海是吧 然后呢就走旷野 最终从旷野里边走出来的那一代人啊 全部都死了 包括摩西在内啊 只有约书亚和迦勒两个人进了迦南啊 岂不是啊是吧 这个以色列的名啊 如同海边的沙一样多是吧 但是呢进迦南的啊 却只有两人啊 同样啊今天我们都是基督徒啊 你我都来到教会啊 或者我们受洗了如何如何 但是真正最后见主耶稣的面啊 多少人能够最终啊 站立得住呢 恐怕也是少数啊 这个呢是个客观的事实 我们必须要把它讲清楚 天堂空空荡荡啊 地义呢人满为患 那么这里头呢 我特别注意一个错误了 就是真理认识的错误啊 不学圣经跑偏一批啊 自己不学不知道真理啊 整天在那胡思乱想胡说八道 对吧 还有呢学而不用淘汰一批啊 学了呢不用啊 只是当成一种知识啊 那必然也被淘汰是吧 这个呢就是真理认识上的错误啊 以及应用上的错误 这个错误呢 那我们必须要讲啊 所以呢我们主日啊 这个今天这个时间 我们就要神当真 那我们明白真理啊 真理才能让我们得自由啊 才能得啊 这个得胜得赏是吧 那么这里头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啊 好像听了福音啊 好像信了福音 但是一不小心呢 跑偏了 这个走错了啊 从了别的福音 别的福音这句话呢 是使徒保罗 在加拿大书一章六到七节的教导 保罗这么说啊 我稀奇你们这么快 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 弃从别的福音 你们怎么这么快呢 是吧 我们刚刚给你们讲过福音 你们转身就不愣了啊 就从了别的福音 那并不是福音 不过有些人搅劳你们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啊 其实啊 相反之家也是这样 是吧 我们讲了很多天国的福音 天堂的福音啊 很多人就是不信 是吧 马上就被搅劳 这边听听那边 那边听听是吧 最后呢 你就一不小心 你就从了别的福音了 那我们说宗教改革呢 很伟大 没有宗教改革 没有现代文明 是吧 那么这个非常重要 但是呢 今天呢 我们却看到很多 变形走样的情况 阴性称义啊 这个是好的 是吧 但是阴性称义教呢 就是别的福音了 那我们知道真理以谬呢 只有一步之差 是吧 前面是真理 转身就是灭雾 彼得啊 前面认出耶稣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真理 对吧 接下来呢 就不让耶稣进耶路撒冷 就进入到灭雾去了 也是一步之差 同样呢 我们说阴性称义是真理 但是阴性称义教 就是灭雾 也只有一步之差 阴性称义的真理 告诉我们人得救 不是靠行为 乃是靠信心 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错 但是呢 阴性称义教呢 却是谬误啊 因为他以为躺在阴性称义的这个教义上就可以得救 你信啥呢 信阴性称义的教义就行了 然后呢 人无息脱离罪 也不孝真性的悔改 你就可以上天堂 你就可以得救了 这个绝对绝对是谬误 雅各苏 章十九节这么说 你相信上帝只有一位 你信的不错 但是鬼魔也信 确实战轻 是吧 你说上帝只有一个 鬼魔也信这个 是吧 但是鬼魔性呢 他能够进天堂吗 他进不了 确实战金 欺负的人呢 你愿意知道 没有行为的信心 是死的吗 没有行为的信心 是死的 没有用 倘若我们的信心 只停留在信条和教义上 而没有行为 以之相应 那么这信就是空洞的信 以魔鬼的信呢 也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英信称义教呢 绝对就是一种魔鬼的信 把你搅和了 从真理迈一步 就进入到一个坑里面去了 到谬屋里头去了 英信称义教 只讲上帝是爱 但是呢 不讲上帝是公义 耶和华本为善 这个善呢 就是这个上帝的本体 这个善呢 包含着神的爱 也包含着神的公义 所以上帝是爱 神是爱 没错 但是神也是公义 而且神的爱是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的爱 也就是说 他是公义的爱 他是圣洁的爱 他是真理的爱 神的爱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 老好人的糊里糊涂的爱 是吧 神的爱和他的公义 是完全一体的 英信称义教呢 只讲恩典福音 或者只传恩典福音 不传全备的福音 这就有问题了 英信称义教 只传天堂的福音 不传天国的福音 信耶稣有好处 敬天堂 不信下地狱 是吧 其实信耶稣 是要让我们敬天国的 敬天国是要改变我们的行为的 不是离地露天 而是厌天露地 不是跪天见地 而是在地露天 那么英信称义教呢 只讲罪得赦免 不讲脱离罪恶 你的罪得赦免了 你随便犯罪吧 没事 不讲你要脱离罪恶 英信称义教 只讲片面的道理 不讲完备的真理 从圣经上 显摘性的告诉你一些信息 但是不讲完备的真理 譬如他只讲英信称义 英信称义怎么地呢 他就不讲了 不讲英信行义 更不讲了英行受审 就是有一天来到耶稣的面前 是要因行为来受审 他不讲 只讲英信称义 不讲英信行义 更不讲英行受审 那你就片面了 两个看似相近实则不同的问题 大家想一想 一个问题是 你愿意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吗 很多人都愿意 那天我问我儿子 16岁 他就说yes 然后我再问他 那你愿意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宰吗 做你生命之主吗 他来主宰你 我儿子想了一想 然后就不吭气了 所以他到现在还没有绝治 还没有受洗 我正在做他的工作 就开始有意了 是吧 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 很多人愿意的 耶稣做你生命之主 他就不愿意 还有只讲耶稣是救主 但是不讲耶稣是我主 是吧 我们使徒信经 上来就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如何如何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从你受洗的那一刻 你就要任性这一点 耶稣不仅是你的救主 而且也是你的主宰 你的生命之主 那么这样下来呢 你发现呢 就真理和谬误就一步之差 是吧 结果就掉到坑里去了 基督教呢 就慢慢变成鸡汤教了 彭霍菲尔 德国的著名的神学家 也是一个圣徒 20世纪的圣徒 他就讲了 他说没有宗教改革内涵的 根正教就出现了 这种所谓的根正教 所谓的新教 根本就没有宗教改革的内涵了 已经彻底的变形走样了 那么今天 这个中国很多教会 传讲的都是鸡汤教 是吧 然后路德宗呢 慢慢也变成躺平中 他能做啥事呢 做出什么事来呢 没有 躺平中啊 就变成一个懒人的故事 这个懒人的故事呢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 中国的一个传统的故事来讲解 一位母亲外出的时候 给自己的懒儿子做好了大饼 然后呢 把饼中间抛出了一个窟窿 挂在他的脖子上 生怕这个懒儿子饿着了 这位母亲外出落干天 回到家里 发现这个懒儿子呢 还是饿死了 怎么的 因为他只吃套在自己脖子前面的大饼 其一的部分呢 就连头转动一下都不肯 那么最终呢 他就饿死了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么饿死的 就懒成这个样子 躺在阴性称义教的大坑里边 最后就饿死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从这样一个案例 现象 我们开始要进入到话题的讨论 那么这里头涉及到阴性称义之后 还是要好的行为吗 很多人会问是吧 我因性称义就够了 难道我还需要好行为吗 那我们告诉你 yes 是的 因为行为见证信心 必须先明白一个道理 如果我们真的因性称义成为神的儿女 那我们的信心必然是真信心 如果我们的信心是真信心 那么真信心必然生出好行为 所以呢 行为见证你的信心 圣经说的很清楚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真信心必然伴随真的好行为 这是心的生命的自然的表现 信心和行为其实并不矛盾 很多人硬要把它们对立起来 那是你的问题好不好 信心和行为就如同硬币的两面 那你说硬币的这一面和那一面 都是很重要的 少了一面 也不承袭为硬币是吧 如果一个人真的因性而称义得救了 就应该也必然会活出好行为 来印证他的信心是真实的 也就是说他是行事为人 是以蒙昭的恩典相称的 所以呢 这个得救后的好行为 得救后的好行为 并不是要不要有的问题 而是呢 是否有真信心的问题 如果有真信心 生命便会自然成长并生出好行为 反过来 如果没有真信心 即使要出来一点好行为 也只是救生命的暂时的重量的表现 因为里面并没有新生命 它是不可直系的 好 那么我们再讨论第二个问题 趁以后需要多少好行为呢 我已经得救了 有了新生命的一些外在表现 已经有了一些好行为了 那是否就够了呢 到底需要多少好行为才可以呢 80%还是90%呢 好行为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60% 70% 80%都不够 99%都不够 而是要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 这个西伯来书六章一节说的 就像我们的天赋完全一样 这是耶稣教导的 说你们要完全 就像我们的天赋完全一样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 所以呢 你觉得已经够好了 还不够 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那得救号的好行为 到底有什么价值呢 为什么要搞得这么辛苦呢 这个好行为 不是用来维持我们 已经称义得救的身份 乃斯为了见证我们信心的真实性 前面已经讲了 使我们将来可以坦然无际的 见耶稣基督的面 使我们现今在地上可以蒙祝福 使我们将来在天上能够得赏赤 因为我们得救 虽然是本荤恩因者信 并不是靠着行为 但是我们却要把我们所有的行为 向上帝来交账 换句话说 我们虽然是靠着信 靠基督的救恩而得救 但却是按照我们行为的好坏 来受审判 这个审判包括今生 以及进入永世时的两个审判 所以称义以后的好行为 除了能够见证我们信心的真实性 以及使我们坦然无际的建筑外 至少还有两个重要的价值 第一的好行为 也可以使我们在今生蒙赐福 我们的行为若合乎神的心意 便会蒙神的业纳以祝福 这个创世纪生命纪里边都讲到了 若行的不正便要遭受神的责打以管教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我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了 他管教我们的目的 乃是要我们在今生被惩治而敬畏他 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如果我们能够脱弃救人 穿上新人 活出一个敬畏上帝的生命 便会因此而蒙福 因为凡敬畏耶和华的 无论大小 主必赐福给他 当然这种蒙福 如果你理解是心灵的祝福 那是绝对的 若理解为物质的祝福 那是相对的 第二个基督再来的时候 会按照我们的行为 让我们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这个叫基督抬贤的审判 我们只有在信主后的侍奉生活中 为主舍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主 直到见主的面 才能像保罗一样 得公义荣耀的冠冕 如果我们在服侍主的道路上 行为不够好 就不能够因好行为得赏识 但是灵魂仍然可以得救 不过只是仅仅得救 就像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财一样 格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 你别的就没了 所以真信徒 第一 不要想着躺平在罪里 只要相信因信称义的教义 就能得救 那门都没有 其实这样的人根本就没信 好不好 因为信必脱离罪 第二不要想着因信称义了 无惜好行为 也能像保罗一样 得公义荣耀的冠冕的奖赏 那也是不可难的 保罗的公义荣耀的冠冕的奖赏 我们应该去竭力追求 躺平中 鸡汤教的算计是什么呢 就是仅仅得救也很好嘛 我只想得救 别的不多想 有没有天国的赏赐 无所谓 这种观念非常危险 正是又懒又恶的仆人的想法 可惜的是 基督徒今天大约十之八九 都是抱着同样的想法 只要栏上天堂就行了 至于能不能得赏赐 得多少赏赐呢 都无所谓 所以我讲从天堂的福音 到天国的福音 以及宗教以信仰 还有今天的信息 实际上这三篇信息 是有关系的 那么这种观念 我们说不只是错误 不只是危险 甚至疑是邪恶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是在试探神 也就是得罪神了 鸡汤教躺平中 只想得救 不愿得赏的 他的心理的原因 或者想法又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错误的 鸡汐称义教的神学观念所致 他们认为上天堂很简单 只要相信鸡汐称义的教育就可以了 就轻松舒服 一劳永逸的 拿到天堂的门票了 因此也就不会被定罪 反被称为义 可以岁月静考 然后躺平 坐等上天堂就行了 自一得胜 得赏 太辛苦太累了 还是算了吧 洗洗碎了吧 这种恶朴的想法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 又想要耶稣的恩典 又想要世界的好处 两处都不难误 既想拜神 又想拜鬼 两处下注 左右逢源 那么最终 可以说是什么也得不着 然后我们必须明白 不舍己跟随耶稣 是得不到耶稣的 虽然这个舍己 不是上天堂的条件 但是一个真信的人 他必须有真信的表现 那么按照上帝的意思 这个西班牙文 言文的意思 这个舍己 这个就是舍弃自己的生命 否定自己 那么持上属态度的人 本质是一个 只想称义 也就是追求将来得救 而不想成圣 追求今生圣洁的人 也是对称义 以成圣的真理理解不平衡 所带来的糊里糊涂的结果 他们认为只要阴性称义了 就可以作胆上天堂了 却忽略了称义之后 必须追求生活成圣的重要 那么称义以成圣的定义和区别 在哪里呢 神学上 称义是上帝对信他之人 所做的法律上的作为 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 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恶 以上帝将基督的意义归算给我们 是借着人相信基督的救恩而成就的 再一个呢 就是神圣呢 是神在 以经称义之人生命中所做的 渐进发展的工作 是借着人的真寻而成就的 也包括两个方面 救人的死气 以新人的更新 如此才能在生活中 渐渐的脱离罪 而披带基督 那么称义呢 来一次性完成 称义呢 则是一生之久 称义是法律上的地位 也就是你成为神的儿女了 称义则是实际的光景 你真的活出神的儿女的生命了 一个呢 是being 一个是doing 称义是关乎我们得救 得生命 得永生 上天堂 而成是呢 是关乎我们将来得胜 得赏 最大的区别 称义是借着信基督 保险的救恩 是内在的 任性 是白得的 而成是是借着真行基督的话 以是外在的改变 是需要付代价的 因为上属的区别 才会有人只想着称义 而不想着成圣 认为只要难上天堂 哪怕是在天堂门口 扫地也可以 其实这种想法 说白了就是不厌付代价 不厌耶稣基督做他的主 不厌真行神的话 也不厌真的来信 天堂门口扫地也可以吗 这当然是很危险 前面我们说甚至很邪恶的想法 因为这种人乃是以阴性称义为遮盖 而继续贪婪 贪想罪中之乐 不厌追求今生的生活成圣 他们以为躺平在罪中 也可以阴性称义 严格来说呢 他们乃是把上帝的恩典 把基督的恩典当作了放纵情义的机会 从而落入阴性称义教的罪恶的泥潭 不厌脱离罪 躺平在最终 其实不是真信 是所信非真信 他所信的并不是真正的信 他自认为自己在信 其实他没有真信 耶稣就会对这种人来说 对不起 我从来不认识你 那么这个说 我说对基督徒来说 就是最可怕的一句话 是吧 你忙活了半天 最后信耶稣 很高兴 但是耶稣说 对不起 我从来不认识你 因性称义追求神圣的关系是什么呢 称义称义有区别 但是他们又是有关系的 称义称义在意义上有区别和先后之分 但在个人经历救恩的实际上 却是紧密相连 相辅相成 无法分割的 一个真正因性称义的人 必然会追求成圣的生活 而一个人愿意过成圣的生活 才显明他信心的真实 显明他的确是已经因性称义的人 这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基督徒因性称义 更要因性行义 因为我们虽靠基督救恩得救 却是按自己的行为来受审 基督徒的行为要以救恩相称 不能轻护了救恩 经上说得好 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顺着情义播种的 必从情义收败坏 顺着圣灵啥种的 必从圣灵收永生 你跟着情义那不就收败坏吗 只有顺着圣灵啥种才收永生 耶稣也说得特别清楚 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然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所以信仰信仰信耶稣 信耶稣不是相信耶稣的存在 不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 甚至不是相信因性称义的教义 而是信而重知 相信耶稣的话 相信耶稣的所说的话是真理 相信耶稣的旨意 相信耶稣的计划 而且愿意去征询 就是信而重知 信从耶稣 信靠耶稣 这才是真正的信仰 若有人认为只要称义了 就拿到天堂的路场卷 同样的高枕无忧 不厌成圣 那么他的称义就显示出是有问题的 甚至可以说是假的 因为经上说 行义的人才是义人 那么称义以成圣平衡的榜样 这个我们要讲 前面我们做了分析 雅各他就是一个榜样 他的信心必须伴有行为 他讲得很清楚 我的弟兄们 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呢 这信心能救他吗 如果一个人认为他已经因性称义了 他却不愿意追求成圣 那么他的信心是可疑的 按照雅各说 这种没有带出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信心 是根本不能带来称义果效的信心 保罗也是这样 保罗强调了因性称义 但是他也强调了必须继续成圣 保罗说 四人都犯了罪亏切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这是因性称义 既然已经蒙恩得救在恩典之下 不会再受到立法定罪了 是不是我们就无需追求生活成圣 而可以随意犯罪了呢 保罗说得很清楚 断乎不合 罗马书六章十五节 保罗紧接着又说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 顺从谁就做谁的儒谱吗 或做罪的儒谱以至已死 或做圣命的儒谱以至成义 那你们是要做罪的儒谱呢 还是做圣命的儒谱以至成义呢 保罗的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人自称已经因性称义了 而仍然在做罪的儒谱 那么结局呢就是死亡 不是说这个人称义之后又灭亡了 而是他根本就没有称义 因为一个真正有信心而被神称义的人 必然会把身体献给上帝 做圣命的儒谱 追求成圣以至真正的诚意 那么耶稣也是这样 他得救之后呢 他强调必须接生命的果子 主耶稣在福音书中多次强调救恩的稳固性 凡是信他的人必不灭亡 反对永生 而且是永不灭亡 但是主耶稣从没有教导我们 只要相信你就可以了 就进入保险箱了 反而他对门徒说我们若真信他 必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 要舍弃自己的生命才能得生命 而且我们必须跟他紧紧相连 藏在他里面结出丰硕的果子 也就是追求生活的成圣 因为耶稣不只是要我们得生命 他更希望我们得丰盛的生命 所以我们是葡萄树的子子 耶稣是葡萄 我们要跟他紧紧相连 切记信靠应洗还要留心警告 圣经当中承担有很多使徒 圣徒蒙保守的应洗 比如耶稣说他会爱我们到底 拯救我们到底 保守我们到底 这就是应洗我们要抓住 但圣经同时又对信徒发出了很多警告 比如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 或有人乘着不幸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 西伯来书三章十二节 又要谨慎 恐怕有人失了上帝的恩 西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 我们必须平衡 不然只躲在上帝的应许下呼呼沉睡 还要留心上帝的警告 因为这些警告每一个都是真实的 真正的基督徒必须谨慎置守 恐惧战尽 做我们得救的功夫 且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像财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叫我们因此渐渐的生长 以致得救 第三我们讲一下 阴性称义教的危害 我曾经讲过宗教与信仰 也讲过从天堂的福音 到天国的福音 是吧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可以说是 有点像姊妹篇 第三篇 今天讲了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教 那么在宗教与信仰 那一个讲章里头 我曾经讲到宗教死能死 信仰死能活 虽然很多人都说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 但其实宗教就是 这个人为的一套清规戒律 信仰是我们跟上帝的生命关系 我们跟基督的生命关系 跟上帝的生命关系 那是让我们活的 但是我们活在宗教里头 无论是活在立法里头 还是什么里头 那是只能让人死的 宗教 宗教其实不仅跟信仰不同 而且宗教是信仰的敌人 甚至是最大的敌人 我们看到中国有些地方 宗教繁荣昌盛 但是信仰荡然无成 那里的人根本不认识耶稣 也不认识神 跟天父没有任何关系 同样当西方天主教发达起来 教堂拔地而起 宗教繁荣昌盛 信仰却慢慢没有 所以才有宗教改革 今天我们也是这样 因信称义教极为发达 但是因信称义的人少资又少 因信称义教也不例外 他也会让你死的 因信称义教的信徒们 心早就老了 而且长了皱纹 就像以佛首书五章二十七节 所讲的那样日渐的枯萎 所以基督徒那么多乌鸦乌鸦的 但是根本就看不到光 这些人一直在邻里酣睡不醒 以为自己已经信主受洗了 就已经是蒙人得救的信徒 能够拼命而安的上天堂了 躺平坐等上天堂吧 他们放心地追逐了世上的一切 还求主保佑他在地上的万事顺遂 他们忘了主对门徒的命令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舍己我们说了 希伯来的言文是否定自己的意思 他们让他走的路是窄路 天国的门是窄门 天国是需要竭尽潜力才能进路的 就像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说的 天路历程 走着走着人越来越少 一批一批的都乌鸦乌鸦的 像潮水一样的退掉了 不背十字架的是假信徒 假信徒就会成为魔鬼的猎物 魔鬼在那等着你了 勿要紧守紧醒 因为你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你不在神的道上 就会被魔鬼吃掉 在昏睡中被魔鬼吃掉 因信词一教的信徒们 在征战的前线依然每天沉睡不醒 不知道自己正成为吼叫者的狮子 口中的猎物 他们是得了昏睡症乃至于剑洞症 他们不知道自己将被拦在主的门外 而哀乎切齿 一点眼里上帝告诉亚当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辨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你吃的日子会怎样呢 必定死 人若是活在罪中就必定死 这就是上帝的信实 但是撒旦欺骗我们的始祖 他诱骗的诡计就是说 你吃却不一定死 你不一定死 因信词一教的教导比这还过分 他说你躺在罪中也不会死 因为你已经因信诚意了 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 也是不难得救的 躺在罪里的因信诚意 那不是真的因信诚意 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上帝说 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四十年 岂是将祭物和贡物献给我呢 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 这知摩洛的账目和偶像的康 并你们的神心 这里上帝我们看到 这个透过阿摩斯 这个先知向以色列家发警告 审判的信息 同时上帝在算旧账 追溯到以色列人的祖先 在旷野的四十年 他们在那四十年里头 在旷野中走 抬着耶和华的一个跪 这个我们都晓得 可是上帝说的 No 他们抬的不是耶和贵 上帝根本不认为 他们抬的是自己的耶和贵 他们抬的实在是外邦的神憨 这个太可怕了 他们所信的不是真信 《史图行传》七章三十八到四十三节 进一步讲了这个故事 他说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 反曲绝神 心里归向埃及 对亚伦说 你且为我们造些偶像 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 四十年间在旷野 抬着摩洛的账目和礼发神的心 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 他们以为他们在拜神 其实他们在拜假神 上帝透过什么看到 以色列人根本不信他呢 透过他们的行为 亚伯拉罕应信称义 因为上帝透过他的行为 比如说靖迦南 然后献以撒 看到了他的信心 以色列人却不是这样 是吧 四十年里头 他们不断的回望埃及 不断的怀念埃及 那刺得挺好 是吧 还有中江算 不断的试探神 不断的抱怨神 魔鬼试探人 人却试探神 人就跟魔鬼一样 上帝痛心记手的说 西伯来书三章九到十一节 他说你们的祖先在旷野那里 试探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 有四十年之久 所以我厌烦那世代 说他们的心常常迷糊 竟不知道我的道路 我在路中启示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 他们的心常常迷糊 不懂得真理 他们有热心 但是不是按照真知识来信 那跟以色列百姓 旷野中的以色列百姓 有什么两样呢 能够进入神的安息吗 他们不是真信 乃是在试探神 所以哥林多前书十章五到六节 就这么说 他们中间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 所以在旷野倒闭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 叫我们不要贪恋恶死 像他们那样贪恋的 这些人就是我前面说的 又想拜神又想拜鬼 又想要上帝的恩典 又想要今生的好处 世界的好处 是吧 所以他们成了我们的一面镜子 那我们小心 贪恋恶死 什么恶死呢 其实就是犯了奸淫罪 以色列人不仅犯了身体上的奸淫罪 也犯了信仰上 属灵上的奸淫罪 他们所拜的并不是真神 而是把神修改了 拜他们喜欢的金牛毒物 所信不是真信 就像我今天我讲的基督 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 他们以为他们在信耶稣 是吧 不是按照真理在信 他信的是他喜欢的那个耶稣 那就是他自己的神像 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 要作为见解 而且写下来正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人 必须谨慎 免得跌倒 什么是自以为站得稳的人呢 不就是那些阴性称义教的教徒吗 他们以为他们进保险厢了 以为站得稳了 是吧 却忘了前面的镜子了 以色列人是我们的镜子 以死为鉴 我们可以知心事 而他们的教信就是我们的警戒 或者说是见解 自以为站得稳的人 尤其要小心 就是那些阴性称义教的信徒们 要特别特别小心 不要以罪不义去试探神 也不要试探主 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锁灭 西伯来书十章九节说 不要试探主 这话不是对着以色列人说的 这话是对着基督徒说的 对着我们说的 那我们试探神了吗 是的 我们中间很多人你说是拜神 其实是在拜偶像 我曾经讲过有三类的偶像主拜 一类呢 你拿了一个真的一个什么什么 这个泥树木雕在那拜 那是看得见的 有形的偶像崇拜 还有一例呢 你心里边把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人 很多的这种权力 或者金钱 看得比上帝还重要 那就是你心里的偶像 这是第二类偶像 无形的偶像 第三类偶像呢 你说是在拜耶稣 但是你把耶稣修改得很舒服 按你的样子修改了 那不是真的耶稣 你不是在真理里边来拜耶稣基督 是吧 那也是那叫第三类的偶像崇拜 说是拜耶稣 其实不是 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 拜的从来不是我 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 是吧 我到一个教会去 别人说这是这个文家宝的秘书 我说对不起 我不是 结果一会儿他介绍我的时候 还说我是文家宝的秘书 所以我上来就说 文家宝的秘书在哪里 我很想拜访他 认识他 是吧 这个就完全不对 那么今天很多人又想拜耶稣基督 又想拜法老 是吧 又想拜耶稣基督 又想拜马门 又想拜耶稣基督 又想拜自己 以自我为中心 那你拜的是啥呢 你不是属灵上的行灵吗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简约 请问在座的各位 今天你怕什么 有的人说 包括我昨天在分享一个信息 有赵斯这么讲 你小心一点 我赵斯这个 我说你怕什么 你怕的那个就是你的偶像 我们只要敬畏耶和华 如果你敬畏神 你怕神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什么你都不怕 如果你不怕神 不敬畏神 是吧 你就会怕这个怕那个 所有的你怕的 你都是把它放在上帝之上 那就是你的偶像 你怕什么 那个什么就是你的偶像 你回去好好地反省 西伯来书三章七到八节 所以正如圣灵所说 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向在背叛之时 就如在旷野受试探之日 什么意思呢 就是告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是吧 我们要在圣灵里头 进入真理 在真理里头得自由 所以不可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那样 硬着心 背叛神 在旷野里面试探神 得罪神 再也不能做这种事了 你们也不可发言言 像你们中有些人曾经发过 就被毁灭者索灭 是吧 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不仅不好信神 回望埃及 又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 而且他们不断地在那抱怨 他们抱怨摩西 抱怨这个抱怨那个 最后神跟摩西说 他们不是在抱怨你 他们是在抱怨我呢 我们要小心 不要抱怨这个 抱怨那个 是吧 你在抱怨教会的这个长老有问题 那个长老有问题 你是在抱怨神呢 你是抱怨你的老公有问题 这个有问题 你也是在抱怨神呢 你以为是在抱怨谁 其实最终是在抱怨神 神是看得很明白 很清楚的 真理 告诉我们 圣经的真理 告诉我们 不要幻想 不离弃罪 还能够进天堂 基督徒需要明白一个真理 我们虽是靠基督的救恩得救 但是却要按自己的行为受审 我们音信称义 为何还要按自己的行为受审呢 人类有两大物欺 一个物欺 世人以为我们这些基督徒所信的上帝 只是我们的上帝 跟他没有关系 他不知道基督徒是前人类的上帝 无论哪一个人 哪一个民族 哪一个国家 神都是长王权 积所谓的 也无论哪一个领域 我们千万别说 神只管教会 经济就不归他管 政治不归他管 No 我们要指着地上的每一块石头说 这都是属于耶和华的 信徒以为审判只是审判外邦人 不信的人 跟他没有关系 你错了 大家都要在耶稣的王座前面来审判 那个日子叫什么 耶和华的日子 就是审判日 审判的谁来审判呢 基督来审判 那是大而可畏的日子 我们很多人盼着耶稣赶紧来吧 盼着耶稣早点来 你小心 耶稣二章十一节 耶和华在他经历嫌发生 他的队伍甚大 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 谁能当得起呢 你以为你当得起 你以为耶稣明天来 你的好日子就来了 你忘了 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 谁能当得起呢 是的 谁能当得起呢 真理的启示是 阿摩斯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 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 你不是盼着耶和华的日子早点到来吗 树不知你有祸了 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 那日黑暗没有光明 树不知那一天很麻烦啊 景况好像能躲避狮子 又一件熊 或是进房屋 一手靠墙就被蛇咬了 那个日子究竟是祸是福呢 就起建议你今天的行为 起建议人和上帝的关系如何 阿摩斯传讲信息的对象 就是那些死不悔改的 以色列人 而他们的决结是什么 永远看不见黎明之光 神的子民要因行受审 而且神是公义的神 给的多要的更多 管教更严 管教自己的儿子 我们看到旧约里头 这个摩西说 以色列人 你们神这个对以色列人说 以色列人你们写阿摩斯书 阿摩斯书三章一到二节 这个上帝透过先知阿摩斯 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前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 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 我现在攻击你们是有道理的 在地上万族中 我只认识你们 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 对不起 我只认识你们 我对你们有恩 所以我现在要攻击你们 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 阿摩斯书六章八到九节 主耶和华万金之神 指着自己启示说 我正恶雅各的龙华 厌弃他的宫殿 因此我必将成和其中 所有的都交付敌人 那时落在一房之内 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 很厉害 新约里头是不是就不这样了呢 No 新约里头 马太福音里头 十三章十二节 二十五章二十九节 然后路加福音十九章 第十一到二十六节都讲到了 上帝给一千两银子 他回头要你一千两 两千两回头要你两千两 五千两回头要你五千两 神给的多要的业 是吧 如果你不这么做 神就要拿走 这个给那回报更多的 那么上帝的审判 这个是从教会开始的 那么这是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说的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从教会开始 所以呢 千万别以为审判是外邦人的事 那么上帝按什么来审判呢 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 这么说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都展开了 并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生命册上有没有你的名字 这很重要 别说没你的名字 是吧 然后生命册上有名字 太好了 那死了的人呢 也别想逃脱审判 还要活过来 再接受审判 那么最后呢 发现有问题的丢到火壶里头去 按什么审判呢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很清楚 照他们所行的 不是照你的信心受审判 第四呢 我们讲讲做心 我们要做真信徒 做光作业 旧约里头 以西亚书说 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 如早晨的光 你所得的医治要数数发明 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 耶和华的龙光必做你的后盾 感谢主 在旧约时代 其实神也透过先知 呼召他的子民要做光 是吧 那么到了新约呢 就更是这样了 耶稣就说 你们是世上的光 是世上的缘 是吧 这个灯台要放在灯台上 菲利比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说 你们要努力的做 使你们无何子在 诚实无伪 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 做神 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 在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 好夸我 没有空袍 也没有徒劳 感谢主 这个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无何子在 尘世无伪 你看到 无瑕疵的人 就像天父一样完全 就是要求这么高 使徒这方面的教导很多很多 帖撒罗尼加前书二章十二节 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 那招你们进他国 得他荣耀的神 以弗所书二章十节 我们言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欲备 叫我们行的 提摩泰前书六章十八节 又要祝福他们行善 在好事上付足 甘心施舍 乐意供给人 太多了 所以真正的信徒 而不是音信称义教的教徒 就要实时的警醒 常常祈求 使你们能逃避 这一切要来的事 得以将来有一天 是吧 站立在耶稣基督 人子的面前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六节 所以呢 最后 想告诉我们 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 要欣喜发光 欣喜吧 彻底的告别音信称义教 回到全辈的福音 以完备的真理中来 为主发光 为主征战 行公义 好怜悯 成谦卑的心 以神同行 感谢赞美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宝天父 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要我们 因信成为义人 这只是一个起点 因着你的大爱 因着你 十字架上 宝血的救恩 主要我们还要 因信行义 用我们的行为 来见证 我们因信称义的真信心 主要有一天 我们真的是走完了 打完了这地上的仗 跑完了地上的路 主要也守住了当守的道 主要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盼望我们能够 赞美在你的面前 就像保罗一样 领了公义荣耀的冠冕 主要你爱我们每一个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要你再一次 把他们掺纳在你的手上 抱在你的怀中 带领着他们 来走着天国的公义 仁爱 圣洁的载路 感谢赞美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